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百斯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青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剂 我们今天一集就和大家介绍一个同类疗剂的名字 叫做Magnesium Carbonica 英文叫做Carbonate of Magnesia 就是Magnesia Carbonate 中文就叫做炭酸味 炭酸味 Magnesium Carbonica 好了 Magnesium Carbonica 通常是用哪一种体质或体型的人呢 通常适用的体质 属于一些病得很残的 已经残了病得残了 神经系统已经比较上疲累了 身体有很多脏气、排气、放气 以及肌肉松弛的那种体型 尤其是在女性、小孩或者暴雨中的婴儿 还有就是通常一些小朋友 小朋友或者她脾气比较敏震的 又很紧张 神经很紧张 还有是有种酸酸的气味 尤其是分辨排出来的 是酸酸的 即是说可以这样说 是一种敏诊酸缩 和身体是比较松弛弱的小孩 好了 在我们什么情况我们会用得着呢 碳酸酸的酸酸的酸酸 我们很多时候可以用于婴儿的脚腸痛 可能因为当婴儿有脚腸痛 可能因为气壳液满了 这方面好像石虫型小孩 或者阳金谷这方面 因为阳金谷很紧张 可能因为气壳液满了 放不出气 所以是导致脚腸痛 碳酸味 通常会有很多消化的问题 很多药气 还有药气是酸酸味的药气 还有它那些糞便都是带酸味的 当然消化差的小孩 通常它都是不长育 吃亦都不得大的 这种的婴儿肠 也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 初生婴儿的黄胆症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婴儿肠生出 有些黄胆的问题 初生婴儿的黄胆症 要加上它有气障的问题 或者是搅痛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碳酸味是很适应的 好了 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用得着 就是在小孩出牙 出牙 如果加上搅痛 就更加对了 当然出牙的小孩 很多时候都很紧张 好像阳金谷都很紧张 如果你是先用羊金谷 Camamela 是处理 但当然不得断尾 或者无效 或者只是舒缓一会儿 而你发现 这个小孩 或者婴儿 或小孩出牙的时候 它那些糞便 就好像一些切碎的菠菜 一片片绿油油的糞便 这种正形 就是这种 Megnesium Carbonicum 即是说 他们在出牙 搞肠痛 同时 他们的糞便 是很酸缩 还有 那些糞便 通常都是很大绿的 好像切碎的菠菜片 好了 这一类的小孩 很多时候 因为消化问题 他们 就不喜欢吃蔬菜 总之是吃肉的 但蔬菜一点都不想吃 但当然 很多审婚仔都是这样 你不可以说 一见到审婚仔 只是吃肉 吃肉怪兽 不肯吃蔬菜 你就要给这个尿剂 不是这样的情况下 但是一定 你知道 他有这种喜好 即是说 他喜欢吃肉 很好吃肉 不喜欢吃任何的蔬菜 加上 他过去 一直都有这些 脚肠痛 或者消化的问题 这种毛病 你才可以想到 碳酸尾这个尿剂 好了 当然 脚肠痛 那种痛法 通常好像切痛 好像急痛 刺痛 令到小孩 当然很敏陈 情绪很敏陈 皮很差 很臭 很多时候 我们会即时会联想起 那个 药金谷 当然 药金谷 在那种情况之后 很大机会都帮得到 但当然 你试过 药金谷 处理这种 搞肠痛 加上 情绪很敏陈 我都和大家分享过 药金谷 那种情绪敏陈 令到你看到 你真的想刮它 碳酸味 亦都可以用在一些头部受伤 因为撞击之类 头部受伤 通常在这种情况 有些关键症状 就是说 它们不想被人碰碰它 不想碰它 通常 如果你碰碰它 帮它梳下头发 或者做任何事 它们实际上就会发癫 这种 亦都是一个 碳酸味的症状 即它发脾气的时候 你真的碰碰它 也不可以 这种是一个很明显的 当然 加上一个很典型的 碳酸味的那种糞便 我们有一种形容 好像青蛙池旁那些青苔 有机会你看到 很多荷花池 或者青蛙池里面 很多浮起 或者积积在那些 青苔 积 积 积 如果我们看到 糞便那种形 是这种形 就差不多 你都可以想到 亦都好 有时候 在餵人奶的十文仔 喂奶的十文仔 或者暴雨的十文仔 出现的食物 就是 即是 直上直肚的 食物 过去 不消化 又加上这种 这种搞痛 记住 你都可以考虑 你都可以考虑 是用这个碳酸味 这个的疗剂 那我们 我刚才提起了 看一种黄蛋 初生婴儿的黄蛋 加上它 如果它也都出现 搞腸痛 或者气障 这种情况 初生婴儿的黄蛋 你都可以应用 这个 那个 那个 碳酸味 很明显 黄蛋 是和我们 那个肝病 是有关的 所以 碳酸味 它是属于一种 是肝的疗剂 这种疗剂 这个症状 通常是他们 不喜欢吃蔬菜 当然 很多生婴儿 是不喜欢吃蔬菜 所以 单单不喜欢吃蔬菜 这种精状 就不足够 用这个疗剂 但是 他不喜欢吃蔬菜 生婴儿 不长育 因为可能 他们肝的问题 但他们吸收也不好 不长育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加上 有些什么 其他肝的症状 例如 如果糞便是黄 像粗粉那样的白 这种情况 或者 沈蚊仔 软奶奶 我曾经说 通常是软奶奶 鬆弛的体质 没有什么肌肉 不得结实 这些婴儿 通常的头部 是夹起的 而 他的大便 通常又绿 好像青蛙池 那些青苔 青苔的脊 很多 食人的沈蚊仔 有些粗粉便 都可以说 好像水柱一样 一样 都比较大 所以 我们要清楚 要辨证 一看到粗粉便 一定是这样的 也不是的 通常 当然 脚肠痛 人会缩起来 例如 出牙齿 牙齿痛 或者蛀牙痛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都可以用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症形 是 关于 碳酸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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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它不舒服的时候 尤其孕腑半夜不舒服 它已经很累了 精神已经很疲累了 但是 它都喜欢逛逛 它觉得舒服 逛逛逛逛逛 就会令到它的症状 是有些舒缓的作用 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况 你记住 都可以用 可以考虑 碳酸尾 这个疗剂 还有些情况 例如 头痛 因为用脑过度 或者在学校读书 读书的小朋友 有些神经痛 晚上又睡得不好 但是 始终 睡得不好的时候 他喜欢逛逛逛 起床 走逛逛 还有任何的捷触它 触摸它 整个弹起来 这种情况 或者是出智慧牙 这种神经痛 也是对的 有时的神经所说 有时神经所说 神经仔 吃奶 就算是人奶 也好 这些奶 眼直是人奶 都不消化的 吃人奶 都是一种搞痛的 而且搞痛得来 他就希望你抱它 走来走去 尤其是空旷的空气 会舒服些 但是冬空气 不可以 如果一个婴儿 一个正在餵奶的婴儿 出现 他连妈妈奶都不受 记住 你要抱它 坐下坐下 动它 才舒服 这个也是碳酸味 这个正形的食用 还有一个情况 碳酸味的正形 就是喜欢被盖被 即是要包住 尤其是晚上黑黄昏 就会比较差 如果去发烧 有种情况 可能是那种周期性的发烧 每二十一天 就会来到烧 或者发烧的情况 很可能 就可能 旌旗来之前 或者他人很冬 我刚才所说 通常那些女性 就是身体体質一般 身体的肌肉是软软的 这种类型 当然 他们的皮肤 头发 鼻孔 都是比较干的 很多的黏膜 属于比较干的 牙痛 牙痛得来 有时候 吃到暖的食物 或是暖的饮品 引发一种 潮烈的感觉 神经痛 是很厉害的 很严厉的神经痛 令到他坐不定 他就要不断地移动 不可以坐得定 有时候 左边面部的神经痛 或者半夜神经痛 令到他 整个弹起床 离开床 那种痛 就是一种射痛 撕裂的痛 那种各痛 这种痛 很多时候 就是跟天气改变 导致 天气一转 导致牙痛 这种痛 记住 痛得他 便要走来走去 躺躺躺躺躺ться 躺躺躺静 坐不定 也都可能因为出牙 也都可能是猪牙 好了 饮食方面,他们是喜欢饮食肉,饮牛奶,但虽然消化差,不喜欢食蔬菜,酸酸酥酥 当然,如果是一种便秘的问题,分辨又光又大,而且便秘的时候,如果大便,有时土舍是绿色的,好像青蛙池边那些,青苔积这种 肌肉不得结实,或者肛门的下聚,这种问题 新闻仔不长育,肌肉松弛,或者可能因为他父母,上一代有些废弩,令到新闻仔不长育,成长出现问题 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可以用到新闻仔的小肠气 新闻仔记住,新闻仔是属于,当然很多情况都可以有很多療剂 但如果新闻仔有小肠气,你会发现他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蔬菜 这种这样的体型,有很多气,不长育 这种这样的情况,小肠气的小朋友 因为这个是根据他整体的饮食习惯的喜好,可以用在小肠气 即是说,如果这种小肠气出现的体型,是属于碳酸味的体型 那你也可以用碳酸味,Magnicium Carbonica 好,那碳酸味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拜拜 谢谢 好,这次节目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 好,拜拜